歡迎收看二分之一 歡迎來到女人的殿堂 老梁啊 話說你這個 約會的經驗 也大概不上不下兩百多次 沒有 怎麼可能 請問一下 你約會的SOP程序有沒有 有什麼程序 很簡單嘛 第一天要找個地方吃飯嘛 對不對 你一定要先問好 對方喜歡吃什麼樣 一定要貼心 然後什麼菜色嘛對不對 然後找一個好的餐廳就吃飯 但是最重要的是 忍住不買單對不對 這你不是已經做四十幾年了 對 我做四十幾年 這個對我來說易如煩惱 我說的忍住是 不要動手動腳 動手動腳 給女方留一個好印象啊 對不對 看你穿的這個人模人樣 你會動手動腳 也不是這麼說啦 那有的時候是一些 體貼親切的服務 比如說她吃完飯以後 趕快去幫她椅子拉開 她摔下來了 紳士 紳士 椅子拉開 把她扶起來 好 怎麼樣 小心走啊 有樓梯喔 啊 你現在有權保持寂寞 你現在說的一切 將會成為 陳唐正夠 好痛 Hashtag Me Too 你會這樣動手動腳 我猜 真的好痛喔 沒想到 你 你就是我們追蹤已久的犯人 欸 你好像把我五十千壓好咧 好痛喔 所以以後呢 有一些什麼腰筋骨痠痛 找阿群師就可以了 阿群師就這樣 好不好 這就是你所謂動手動腳 對啊 所以約會三次以前 都要忍住就對了 你就是這樣子弄 然後把她逮捕 就說 你現在已經在我的心裡了 這樣就對了 哇塞 我要吐了 好啦 就是約會有一些 這個標準的SOP流程嘛 但每一國可能也都不太一樣了 今天要好好來聊一下啦 搞不好有人第一次就忍不住了 對不對 所以今天我們也請到了 約會的妹妹咖咖 實在有夠多 我們的台灣團代表歡迎消費 當然對面呢 約會完全沒有步驟 第一次 就怎樣 就這樣 他們就 他們就想要得到些什麼 我們的聯合國情侶來歡迎 歡迎 談戀愛是一門高深的選問 今天就要從各國情侶來的角度來看 究竟第一次和異性約會 他們會有哪些不同的步驟呢 因為現在其實異國戀人流行嘛 是 那說不定外國人談戀愛 步驟不一樣會有什麼誤會 對不對 RULI 美國的是怎麼樣 我自己認為最重要 第一次約會 不能超過兩個人 兩個小時 也不能超過太多的行程 就是你安排的時候 你安排那個約會的時候 不能安排太多 原因是因為你就是 比如說你安排去吃飯 好 吃飯兩個小時就夠了 或是你要去看電影 看完電影就夠了 如果兩個人的關係是好一點 你可以安排下一個清晨 就是說 我們今天吃飯聊得很開心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一個酒吧 或是跑去我家裡看個電影之類的 沒有 他的意思是說 剛才要超過兩個小時 他不能超過兩個小時 比如說像雷神索爾超過兩個小時 一上字幕彩蛋還沒看 就說 就算得這麼準對不對 不是這樣 因為如果你跟他聊得不開心 或是覺得 這個約會沒有什麼下一步的機會 你可以就說 那我們就今天 我們安排的就是結束了 那我就帶你回家 這樣子是合理的 是不是 但是如果你後面安排 比如說我們吃飯 然後吃完飯還要去看電影 然後看完電影 我們還要去爬山 那如果你吃飯的時候 爬山啊 看風景吧 什麼山 你講清楚 沒有 就這樣 那如果聊得不開心 你可以就說 我們吃完飯 然後就帶你回家 這個很簡單 對啊 但是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有很多可以問的問題 然後也有很多不可以問的問題 因為像說 你可以問他 你是做什麼工作是可以 你喜歡你的工作是可以 但是千萬不要問他 你工作賺多少錢 唉唷 台灣 因為首次約會不能超過兩個小時 乍聽之下也有點道理 可是會不會女生會覺得 她是不是不喜歡我 對啊 好像數戰數決 感覺說好像並不來電 這個我有個經驗 就是我有一次也跟一個 加拿大的模特兒 然後呢 我那時候第一次跟一個 就是白人的女生去 吃一個很浪漫的一個 一個燈光燈餐 結果呢 就像杜麗講 真的不能吃太久 因為呢我後來就真的 不知道要聊什麼了 然後又喝了一點紅酒什麼的 然後那個 現場那個氣氛又很好 那個燭光又很浪漫 又暗暗的 我真的在打瞌睡耶 對啊 不要太久 因為真的 也沒什麼好聊的 沒有 說真的 趕快回家 不是 真的 因為他講到他睡著 我也有一次我有睡著 因為我在吃飯 而且我真的 是吃飯的時候睡著還是 總是睡著 不是 因為我在吃飯 然後喝太多酒 因為我覺得很無聊 我就一直喝酒 然後喝完之後 我就去上廁所 我就說 那個人就想說 那個跟我誘惑的人 就想說 他是跑掉了嗎 因為他在半個小時 都還沒有回來 然後他就... 他也不敢走 因為我的包包都還在椅子上面 然後他就... 後來他就偷偷問那個服務生 他說 請問剛跟我在一起吃飯的小姐 他走掉了嗎 然後那服務生 去廁所找我 敲門 後來發現我在裡面睡著了 所以喝... 等一下 你是不是被... 酒被嚇藥了是不是 我不知道 那一可能喝太多了吧 所以第一次約會 真的也不能喝太多了 想說糟糕當然不會耶 連包包都沒拿 真的 所以台語還是有一句 留一些給人聽聽 真的是不是 你叫他打聽一下 像日本 是剛剛剛才你講的嘛 就是我們日本人絕對不會 可以說一樣 又做什麼工作 但是收入這一塊 永遠都不能問 有啊 你剛剛講的 日本人是在任何情況下 都不能被問收入 你知道我的那個... 我的媽媽 那個爸爸過世那一天 還不知道爸爸賺多少錢 蛤 真的不知道 真的假的 這是正常的嗎 正常 就是很多那個... 比如說不敢約會 就是不敢是在一起 不敢就是結婚 很多人不知道是那個... 你家的勞工是賺多少錢 怎麼可能 不是老公都會把錢拿回家送給朋友 你知道老婆關錢嗎 分開館了吧 也不是 分開館也要知道大概多少錢吧 但是... 所以我的意思是 我們約會的時候啊 就是不會問他說 那你這個多少錢啊 或許就是我第一次來台灣 或許就是走這行的時候 就是一個女生 我真的嚇到 她直接問我說 那你現在的通告會多少錢 哇 可是義大利有一個重點 我們要... 男生要約會的時候 就是要跟那個女生講 那是一個很尷尬的事情 是男生的責任 要讓那個約會 不看起來是一個正式的約會 而看起來是一個... 對 當一般見面 對 因為 我們... 比如說如果我問你 我可不可以 就是要不要吃飯或者約會 那那個女生會覺得 這是小朋友講的話 蛤 對啊 這是... 對 所以男生... 做男生在義大利不容易 如果你開口講 就是你讓他知道 今天是一個約會 他其實馬上那個場合 馬上冷掉 可是你知道有些人都會... 就是希望說要講清楚 就是... 這是我們初次約會 對 我的初次約會 對... 就是女生會隆重一點 男生也會選一下 因為你知道要穿什麼衣服嗎 對啊 而且都是你這種外國人 給我們其他的外國人 不好的形象 你知道嗎 因為現在很多台灣 就是很多外國人在台灣 他們都說 沒關係我們語言叫汪啊 因為就是... 我叫你一些英文 你叫我中文 好 對啊 然後最後就是變成他們在一起 然後現在有很多台灣女生 會怕這樣子 對不對 你懂我的意思嗎 對... 對... 都是也是很多很多女生 嫁給意大利人啊 在台灣 沒有 我覺得他這樣的說法 在台灣比較多那種花花公子 會用的招有沒有 對... 不講清楚 對... 到底是不是第一次約會 然後反正 搞得很曖昧 就是他喜歡那種曖昧的女生 就是說我們是在 HANG OUT 對... 不是在DATING這樣子 對... 對... 你一講到DATING 這樣就都... 雖然他要 他會覺得... NO 那... 但是... 就是我覺得他的做法也沒有錯啊 我覺得是台灣人就是比較 我是真的覺得一個... 矛盾 對... 比如說像那個我們日本人啊 就是說 簡單的SOP啦 前場來的話就是第一次就是 我今天想要跟你約會去吃飯 那就是單獨來的話 就是一定這個是約會嘛 我不用特別說這次要約會喔 我就叫單獨吃飯 那吃完飯之後 那當然是就是 比如說一個禮拜 那我們可不可以下個禮拜再約 OK 這個一個禮拜的過程 當然是有LINE啊 聊天嘛 對不對 然後呢第二次 就是我們表達得很明顯 就是說我喜歡你 那就是玩一玩就算 但是就是真的喜歡認證的話 我都會說 我真的喜歡你怎樣怎樣 然後第二次約會 比如說 我先問他說明天幾點工作 他說就明天還好 就晚一點 那就是 要不要廢我家 對 第二次就 第二次就 沒有 我說 沒有 我說 這個過程 我們聊的是第一次約會 不是你的犯罪過程 沒有 這個 你是不是走錯題目了 有一點 但是我的意思是 如果他是答應的話 就是 就是我們認為是在一起 你說他如果什麼的話 答應怎麼樣 就我們在一起啊 就是不需要我們在一起 不像這種告白 比如說 你們就是走在路上嘛 然後他就拿出一個小方巾 就這樣 把他 沒有 沒有 喜歡我們 今天不是聊犯罪過程 可是還有 還有一個重點 我覺得還有一個重點 有很多女生 她看你的時候 她第一眼就是不太喜歡你 你跟她說你要跟我約會 她說NO 可是你跟她說 不然我們吃飯聊別的東西 NO 然後她說 可能她會說OK 比較有機會 對 你就去的時候 你有機會讓你整個 全部的你給她看 然後她喜不喜歡 我不會第七位 就太喜歡 沒有 也剛剛像蒙多說 你會直接跟她說 你真的是中文系的嗎 你知道你剛剛在講什麼嗎 因為我畢業很久了 所以我忘記了 不過 還是說她的第一次 她至少有這個入門的機會 可以讓她看到她的表現 不然搞不好連第一次都願意 對 是不是